大家好,我是阿萨社区的刘老师 最近这个黄金和原油太猛了 那么为了不错过这波大行情呢 本月我们开班了一个黄金原油策略分享群 从基本面到技术结构 从大行情方向到具体点位的策略 全方位为大家这个解析K线行情 在这个群里我们只讲黄金原油策略 都是满满的价值 群内具体内容可以看这里 那么怎么免费进群呢 大家可以用微信扫右边道维码进群 或者观众公众号阿萨社区 给我留言三个字黄金群进群 市场行为包含一切交易所见 大家好,我是刘老师 今天是023年的6月29日 周四又来到了这一周的末尾了 那么也是本月的倒数第二个交易日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昨天的盘面 应该说昨天的盘面比较耐人寻味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昨天的盘面的话 这个货币跟原油波动挺大 但是黄金昨天波动不是很大 大家发现没有 那么我们还是先来简单给论多一个回顾 首先 欧元 欧元的话 我们昨天给出的思路是一个回调皆多的这么一个思路 那么在昨天的波动当中的话 在下午的时候价格往下打了一下 一度非常的靠近这根趋势线 但是没到 我们给大家放大看一下 大家看 是吧 价格下杀 一度靠近 但是没到 又上去了 对吧 上去了以后呢 冲高又回落 当他第二次打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看价格就撑不住了 对吧 虽然说这里有个反弹 但是后面你看 刷下来了 对吧 那么这里的这个细节 当然其实我之前跟他讲过 但是呢 我猜大家恐怕已经忘记了 恐怕是已经忘记了 这个位置 其实像出现这种细节走势的时候呢 那再来的时候就不应该再做了 就不应该再做了 这个位置 好 然后英镑 英镑的话呢 这个终于 终于 在昨天完成了这个破位 对吧 当然他不是往上走 他是往下的破位 对吧 终于在昨天是完成了这个破位 虽然方向呢 不是我们最想要的那个多 但总归是破位了 所以不知道昨天 是否有把握住这个往下破位的空间呢 对吧 往上破位 往下破位 好 那么英镑破位 然后 黄金 黄金的话呢 我们昨天是有两个思路 对不对 有多也有空 有多也有空 好 来我们看一下 那么昨天的话呢 我们两个思路 做多是1906 做空是192 对吧 那么昨天 这个价格是先往下走 触发了我们做多的这么一个条件 1906 这一个短多的空间 不知道大家是否把握住了呢 那我们昨天做多的思路 对线了 好吧 对线了 OK 1906 好 这个位置 多单 短线的利润 对线 OK 没问题 好 然后原油 原油的话呢 我们昨天这个是在晚间的时候 打了一个小双底 然后价格上来以后 在这个位置呢 价格是最开始是有这个反馈 最开始是有这样的一个反馈 但是呢 反馈并不强 对不对 然后又上去了 上去又下来了 对吧 所以昨天做了原油的朋友的话呢 基本上是也有平保的这个机会 当然如果你现在还在持仓的话呢 现在我觉得可以走了 可以走了 基本上估计是平保 当然你得进得好 基本上就进得好 进得好 现在你也是能够不赚不亏 平保的状态 是吧 所以昨天的话呢 我们大概的思路是这个黄金 跟这个英镑能够兑现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 来盘面 今天的这个盘面呢 其实就 我觉得 首先这个欧元 来 这个欧元 很久很久没有跟大家讲一个思路了 来我们看一下 来我们先拉一个飞波 大家看一下 首先我们在什么 这个高点跟这个低点干嘛 拉飞波 是吧 好 那么这一段反弹在哪里 76.4 干嘛 拐头了吧 对吧 好 第一个76.4 拐头了 所以 所以什么呢 那回答 我们的老朋友了 也有段时间没出现了 所以呢 我们今天欧元的思路干嘛 做第二个 76.4的多 第二个76.4的多 在哪 是不是这个位置 对不对 第二个76.4的多 这个高低点 拉飞波 下来 多 清楚吗 是不是很清楚 做这个位置 76.4的多 请各位注意 好吧 那回答确实是有段时间没跟大家讲了 最近一集没出现 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经忘记了 这个经典的模型 胜率非常高的模型 大家可不要因为 我这个一段时间没讲 就又忘记了 好吧 讲过的东西大家要记住 要记住 好 那么这个是欧元 好 来 然后英镑 哎呀 这个英镑 对吧 来 首先 我想特别强调一下 各位 虽然说 这个 昨天 英镑 是往下的 这个破位 但是 在更大的周期上 比方说日线 比方说日线 在日线上 那么我还是会暂时保持看多的思路不变 不变 好 这个是五号行政大局表态的 我对英镑 暂时是保持继续保持看多的思路不变 好 那么我们今天短线应该怎么做呢 短线应该怎么做呢 是吧 如果我不说 大家是否能反应过来呢 好吧 如果我不说 不知道大家是否能反应过来 我们刚刚讲了什么 英镑 干嘛 往下 破位 对不对 破水平震荡 所以呢 破位该干嘛 我说过的 大家要养成这个条件反射的 对不对 该干嘛 破位之后 是不是反压制啊 对不对 是不是 是吧 已经讲过很多很多次了 是吧 破位 那就是反压制 对不对 这里是什么支撑跌破 所以呢 支撑转化为压力 那干嘛 那就上来 这个地方空了 对吧 上来这个地方空了 那就来了 是吧 很清楚 很清楚 是吧 这些也都是我们讲过的这个内容 对吧 所以破位反压制空 你看 欧元跟英镑 都是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知识点 好吧 没什么难的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黄金 应该怎么做了 来 哎呀 看着这个黄金往下落 心里挺高兴 好了 那么讲到黄金 请各位注意 今天我们讲黄金的部分 也会比较久 为什么 因为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策略了 前两天我们讲了什么 黄金的抄底的思路 对不对 只是思路 还没策略 这是我们应该是周二讲的吧 对吧 好 那么时隔两天 来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黄金抄底的思路 这个策略了 策略 就是具体到执行了 好 那么请各位认真听 在讲今天的短线思路前 我先把这个大周期的抄底的这个具体的策略 跟大家先做一个同步 其实很简单 也是老一套了 好吧 也是老一套了 来大家看 现在价格是不是已经非常靠近区的线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来 请记住 请记好以下这个点位 1900 看好了 1897 看好了 1893 1890 还是在这100个点 干嘛 做分批挂单 还是去做分批挂单 好 但是呢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一次我们的仓位 就是这四个挂单 加起来 可以给到 0.2乘的仓位 四个挂单 加起来 0.2乘的仓位 之前我们是用0.1 对吧 这次我们用0.2 这次我们用0.2 好吧 然后统一止损 统一止损呢 放到哪里 放到1880 放到1880 是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充分把这个位置的什么容错空间给考虑进去了 对不对 我们已经充分把这个位置的容错空间考虑进去了 对不对 基本上就是这根趋势线大致的价格就在1900左右 那我们首先我们挂单考虑了100个点的容错空间 对吧 然后我们止损再放100个点的容错空间 那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就能够覆盖掉这个位置的这个可能存在的影线 可能存在的影线 对吧 好 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日线抄底的这个策略 日线抄底的这个策略 那么我自己呢 现在已经把这个单子挂好了 在打完之前还是已经挂好了 好吧 大家如果想去做的话 那么就可以按照我这个思路去做 好吧 把单子挂好 注意哈 我再强调一遍 是四个挂单加起来0.2成 是0.2成仓位 大家不要理解成0.2成的意思 好吧 它是0.2成的仓位 加起来是这样 那么这里呢 就会有一个情况是什么 可能这里个挂单会成交一部分 它不一定会完全成交 当然我肯定是希望能够完全成交 这最好了 那么如果说成交了一部分剩下的没有完全成交 比方说成交前面两单 下面两单没给到 又或者说只成交一单 三单没成交 那总之无论怎么样 反正不是全部成交 就是部分成交 是吧 如果说再没有 这个全部成交 只做了部分成交的情况下 那我们后续再跟进 再跟那去讲 OK 好 那这个思路 请各位 这个 就认可 认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黄金抄底的这个位置的朋友 可以参考我们的这个思路了 他的策略 好吧 那你不认可 那你就看 OK 那么这个是我们黄金抄底的这个策略 来 那么下面呢 我们回到我们短线的这个思路来 我们今天短线的思路是这样子 大致上的跟昨天的短线思路差不多 差不多 什么意思呢 首先来 我们还是先说个多吧 我们今天做多的思路 来 和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大周西的那个抄底 有一定的这个关系 有一定的这个关系 来 首先我们画个东西 大家看 这里 这里 大家看 黄金一小时 这个低点跟这个低点相连 得到一根新的结构线 注意哈 昨天我们连的低点是在哪里 是在这里 对不对 昨天我们连的低点是在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注意哈 这其中细微的一个差别 看到没有 是吧 今天变了 在这 所以哈 注意哈 好 那么这个是低点 低点连结构线 然后这个位置 这里啊 那么这个位置大概是多少呢 大概就是1900 啊 大概就是1900的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哎 大家看到没有啊 今天这一个短多的这个思路和我们刚刚的那个抄底的一个其中一个挂单是不是一样的 对没错啊 对没错啊 所以哈 大家今天再去做黄金的时候 一定要区分好啊 呃 这个呃中线的抄底的挂单跟短线的这个操作是分开来的啊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哈 假设大家看完我的视频以后啊 你把这个挂单都挂上了 对吧 好 你挂上 你就挂啊 然后呢 你又想去做短线 对不对 那1900假设他能到啊 对吧 他到了哈 那好 你的挂单成交 对吧 然后呢 你的这个短线的这个单子也进去了啊 分开来做啊 OK 比方说呃 假设1900你的多单进场 对吧 好 你做一个短线 那可能比方说拿个呃 比方说拿到1908假设哈 啊 假设是这样子哈 拿到1908好 短线 止盈 对不对 假设是这样 短线止盈啊 那你这个短线止盈就止盈了 跟超底的那个啊 中线超底的那个1900成交的挂单 没关系 OK啊 所以哈 今天大家在去做黄金的时候 请一定要区分好短线单 跟中线超底的挂单的一个区别 啊 同理 假设啊 1900的这个短线单 你做进去了 但是价格继续下跌 对吧 啊 比方说他可能要去成交 我们呃 下方19 呃 1897 甚至1893的挂单 那这个时候正常来讲 对吧 1900你去做多 我们按照短线止损50个点的 这个标准去看的话 那其实你的这个止损就应该在1895 就要止损出来了 对不对 啊 所以那这个时候你该止损就止损 啊 假设是这样啊 假设这样啊 该止损你就止损 但是 挂单成交的那些单子啊 比方说这个1900成交的挂单 1897成交的挂单 对吧 这个时候正常挂着啊 OK 你短线单到了1895 该损你就止损啊 但是中线抄底单子啊 放着不动 OK 所以哈 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 在去做黄金的时候 你心里一定要清楚啊 短线单跟中线抄底的这个策略 是需要严格区分开来的啊 两者一个是短线一个是中线啊 虽然说位置进场差不多啊 但是操作上一定要严格区分啊 不是说啊 这个啊 那既然我都抄底了对吧 那我就拿着不止损呗 对吧 可以这样吗 不可以 对吧 啊 短线单我进去之后 哎 这个到长起来了 对吧 我不出 可以吗 不可以 啊 OK 啊 那请各位啊 有足够的智力能够听懂我的话 好吧 啊 我相信各位都是智力正常发育的交易者 好吧 啊 我话说的比较严重啊 但是呢 我就是为了提醒各位啊 好吧 啊 好 那么这是今天第一个短线回调皆多的思路 大家看 现在呢 是1903啊 价格已经非常接近了啊 对吧 啊 好 OK 那么这是第一个啊 短线做多的思路啊 第二个思路啊 还是我们昨天画的那个位置 对吧 昨天我们画的位置没有到啊 也就是这个之前的支撑转压力的这个位置 对吧 就是大概是1902 这个位置啊 那么今天继续有效啊 今天继续有效啊 也就是说如果价格能够反弹上来到这个地方啊 那么这是一个短线的一个空点啊 短线的空点啊 同时 对啊 我也说了啊 同时啊 假设啊 这个下方有挂单成交 然后今天顺利起涨的话啊 OK 到这个位置 你不用管啊 你不用管1902的这个位置啊 这里只是一个短线做空的位置啊 你不要说 哎 老师 既然你说这个1902是个压力位 对吧 那我下方的那个成交的挂单是不是到1902就要走了啊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啊 怎么可能呢 是吧啊 我们的这个下方的成交的挂单是为了看上方的更高更远的那个位置的啊 怎么会抄底呢 你就拿这么一段就抄底吗啊 这个就搞笑了啊 OK啊 所以啊 请严格区分 短线跟中线的思路啊 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好吧 如果说你不会区分啊 如果说你不会区分 你怕自己搞乱 对吧 很简单 那你要么做短线 你要么做中线 OK啊 但是呢 我相信 只要大家啊 这个 智力 没什么问题的话啊 我相信各位能够分得开 好吧 啊 好 那就差不多啊 中线抄底策略 短线的这个位置 我都跟大家讲清楚了 好吧 啊 还是那句话啊 这个 呃 祝各位啊 这个 要做的话啊 那么我就祝各位能够顺利上车啊 同时也祝我自己顺利上车 好吧 啊 啊 那短线的这个啊 大家正常该做 你就做 你要是不想做就算了啊 好吧 但是呢 我个人是觉得哈 这个呃 短线跟中线的这种区分的能力啊 还是要有的 还是要有的 好吧 啊 好吧 那话不多说啊 今天的话呢 这个黄金 我讲的比较的多啊 可能也有点啰嗦 啊 有点啰嗦啊 因为今天情况比较特殊啊 短线思路跟中线的思路有部分的重合 好吧 啊 但总之不管怎么样啊 希望这两个思路不要混淆了啊 行吧 那就这样啊 这个是我们黄金哈 想学啊 不会啊 想学的啊 记得来找我啊 留言这个直播 学习啊 好 然后来 原油 啊 原油这哥们呢 啊 确实是比较滑头啊 比较滑啊 好 首先哈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昨天的这个结构啊 对吧 啊 昨天整体的这个大的结构还是什么 震荡 对不对 昨天这个跟大家说过啊 震荡啊 结果呢 现在啊 他真的就从底部下方就怼上来了 是吧 啊 但还是一句话啊 大家注意啊 这个大的这个震荡啊 在我们的这个操作当中呢 其实是 怎么说呢 其实呢 我个人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大震荡的一个操作啊 因为原油本身啊 第一个波动特别大啊 然后呢 这个也很快啊 所以呢 对于一些非常大的一些结构的话呢 呃 我个人是这样建议啊 就是 对于一些可能有经验的一些朋友的话啊 去做这种大的结构 我觉得还行 还行啊 呃 但是对于可能大部分啊 就是不是经验那么这个丰富的话呢 啊 我个人觉得还是去看小周期啊 相对小的周期会更容易把握一点点啊 把握一点点啊 所以啊 我们今天比如是这样子啊 首先 这个大的震荡这个结构 不变啊 不变 但是呢 我们今天的操作还是看15分钟的局部啊 跟昨天是一样的啊 昨天我们的这个思路是看这个走势 对吧 所以呢 我们比如说是这个位置的空 对不对 看局部啊 那我们今天一样还是看什么 还是看局部啊 对吧 那就看这里咯 对不对 看这一块咯 对不对 还是看局部啊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局部怎么回事呢 来 标记一个位置啊 大家看啊 昨天原油的这一波上涨是不是 这里有一个压力位突破 啊 当然哈 这个突破呢 确实也是借助了昨天晚上那个 EIA的原油数据啊 好 突破啊 这个位置 那所以呢 对吧 那突破回踩下来是不是多啊 对不对 你看 我们是不是看这个局部啊 对不对 跟我们昨天看这个局部啊 上来反弹空是不是一个道理 对吧 啊 所以我们看这个局部下来回调 去这个做多 啊 就这么简单 啊 这么简单 好吧 啊 所以哈 这个原油的话呢 是 整体上来讲啊 其实我都是建议大家去看这种 15分路器就够了 那就够了啊 就短线啊 短线好吧 啊 是这样 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早盘哈 呃 我看一下哈 还有什么强调都没有哈 原油啊 炒头期就不说了啊 呃 英镑啊 欧元都比较简单啊 都比较简单啊 行 反正就是我觉得今天的重点就是黄金啊 难度最大的就是他啊 啊 好吧 啊 行 那就差不多是这样吧 朋友们啊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早盘啊 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早盘啊 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的话啊 请大家一键三连 好吧 好 那明天同行我们再会 拜拜